第四百四十一集 数十年后 反杀回西北大漠 王一禅肆意地大笑 别人叫你一声少帝 你就真当自己数十年后 就能踏入深海了 可笑之极 且不说未来如何 就是现在以我一人之力 我就能学习深黄岛 王一禅说到这 目光闪过一道鸿芒 身上冒出丝丝黑雾 似乎要开打的样子 今日神皇岛兵客虽多 但实力最强 也不过南允王和大禅寺的空鹤方丈 两人都是三重命运修为 对上四重命运的话 没有太多抵抗之力 而且他们只是兵客 只要脑袋不被门挤了 就不会插手西北大漠和神皇岛的战斗 至于其他人就更不值一提了 眼看着气氛 剑拔弩张 在场宾客都是脸色发白 对方来者不善 那王一禅根基扎实无比 实力极限是多少 很难说 同样是天才 林明以玄丹后期对二重命运 比对方低了一个大境界 外加一个小境界 越级战斗不可怕 可怕的是越级战斗的对象 本身也是天之骄作 这个时候哪怕是半个小境界的差距 都很难逾越 怎么看着神皇岛这边都有点虚 一旦打起来 他们被卷进去不明不白死掉 那就冤了 少主 何必跟这个小子废话 直接秦下的把东西取走就是 若对方明顽不灵 得寸进尺 哼 直接宰了他 在王一禅背后 一个三重命运长老 直接抽出了武器 咔 瑞丽的真元流 直接把周围几张婚宴宴桌给切开了 各种精致的琉璃玉石餐具碎了一地 看到这一幕 林明的脸色也彻底缠了下来 这是他的婚宴大典 各方宾客云集 为的就是一个喜庆和吉利 对方在这个场合出兵器 那是当众打他的脸 就在这时 两个女子从厅堂后边急步走出 正是穆千宇和秦幸轩 按照婚礼习俗 穆千宇之前一直在洞房中等候 林明在外招待宾客 可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穆千宇不得不出现了 师父 怎么回事 穆千宇看到厅堂中的景象 脸色微微一变 急忙问穆玉皇 穆玉皇把穆千宇护在身后 面色凝重 玉儿 通知魔光 联系巨困 情况很不妙啊 王一禅根本不理会 穆玉皇吩咐什么 他冷冷一笑 手指一点 一张手掌大小的玉碟 凭空飞起来 落在他指尖上 急速旋转 看到这一幕 林明心中微微一惊 而在一旁喝酒观战的李一峰 却面色大变 这是 战灵 王一产这小子 领悟了战灵 一般来说 只有神海强者 才能领悟战灵 可以偶尔有天赋出众的武者 在命运期就能领悟战灵 战灵会随着武者本身修为的提高 而潜移默化的成长 所以领悟的越早 未来发展空间就越大 二重命运 就领悟战灵 很多神国皇子 神国太子都做不到 这个王一禅 在武道意志方面 天赋惊人 李一峰由衷的感慨 在这一方面 他自愧不如 一个天才 往往在某一个方面 特别出众 比如李一峰出众的地方 就在于对 风之意境法则的理解 他在风之意境的领悟上 已经直追神海大能 而这王一禅 显然是武道意志初衷 在法则方面 可能要相对弱一些 很少有天才的各个方面都强 不光是李一峰 见多识广的大禅寺 空鹤方丈 也认出战灵了 他低头念了一句佛号 今天的局势 越来越不好收场了 林明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交出御药 你已经惹怒了我 这一次 我不会付出任何补偿 林明眯起眼睛 看着王一禅指尖上旋转的御盘 对方显然自视甚高 否则他就不会将战灵 灌注在御盘上 而是会灌注到自己的宝器中 他又看了一眼 王一禅身边的少女 对方灰白色的铜仁中 闪过一丝七处之色 似乎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悲哀 林明的心中 莫名被触动了一下 这个少女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 看来你执意要死 行 我撑下你 王一禅冷喝一声 手掌猛的一甩 加持了战灵的御蝶 犹如夺命飞轮一般 只斩向林明颈尖 那一刹那 御蝶的硬度 已经接近了天街宝气的程度 小心 穆迁雨和秦幸轩同时惊叫出声 关心则乱 这时候他们无法想象 一旦林明出了事 他们要怎么办 林明目光一凝 屈指一弹 砰 一股战灵包裹着空气 犹如箭矢一般呼啸而出 那战灵速度何等之快 一瞬间战灵气流 与御蝶毫无花哨 击撞在一起 就听砰 一声翠响 这御蝶四分五裂 而那股灌注了战灵的空气 去尸不止 直射王一禅的眉心 什么 王一禅心神大惊 右手一甩 一柄黑色长剑击出 就听砰 一声金石交加之音 战灵气流 重重撞击在黑色长剑肩身上 一柄长剑 屋子震馋不已 原本一边品着美酒 一边看戏的李一峰 当场就傻眼了 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嘴里没来得及吞下去的酒水 沿着嘴角哗哗往下流 就跟个老年痴呆病患者一样一样的 战灵强大 不假 可也要看附着的对象是什么呀 一副宝器 那攻击力当然最强 王一禅明显轻敌 只用了御蝶 谁承想林明更嚣张 用了空气 这空气又轻又散 比御蝶更脆弱 可在林明手下 却把御蝶给击穿了 空气击穿御蝶 还有余力射向王一禅眉心 王一禅初见格党 竟撞击的那把天机下品宝剑屋子 震颤不已 两人之间占领的差距 可想而知啊 这个林明 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 他的占领 怕已经接近青铜级大城了 李一峰倒吸一口凉气 而他身旁的小丫鬟 也瞪大了一双姓眼 他出身四大神国 同样清楚 接近青铜大城级别的占领 意味着什么 每一级占领都有四个级别 城形 小城 大城 圆满 王一禅有天赋 不讲 但也只是刚刚领悟占领没几年 占领品级算是稳入成形 而林明呢 已经是小城顶峰了 要知道很多神海强者 都没达到这种地步 一个境界多一点的差距 看起来不算什么吧 可别忘了 王一禅是二重命运 林明是玄丹后期啊 等林明步入二重命运后 他的占领很可能达到青铜圆满 在成就神海前 就可能步入白银占领 这白银占领完全就是传说中才有的东西 如此一来 两人的差距可想而知 紧记玄丹后期的修为 占领小城顶峰 哎哟 那么这个林明到底什么时候领悟的占领啊 玄丹初期 时间不够啊 莫非是先天至极 想到这儿 李一峰感到背脊发寒 而之前怎么看林明都不爽的小丫鬟 也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形容心中的震撼了 林明在意志方面的天赋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 也许这炫无鸡真是他独立杀死的 小丫鬟心中回荡着这个念头 闭上了嘴巴 李一峰能想到的 王一禅当然更清楚 而大禅寺的空鹤方丈呢 虽然不清楚占领的分级 可也看得出林明的占领比王一禅强大 那一刻空鹤方丈感觉 这是年轻人的世界啊 这已经让他难以追击了 或许不出几十年 这些年轻人就会达到自己无法理解的高度 林明啊 想不到你也有占领 王一禅嘴角抽动 占领是他最拿得出手的杀手锏 本来准备用出来震慑全场 想不到反过来被林明抽了脸 这就好比一个围棋大师 拿着围棋棋盘在街上随便蹬个老头 冰邦俩人下盆棋 结果让人家杀得丢盔卸甲 一样一样的 他心思一沉呢 心中暗沉 我的战灵拥有魔道属性 刚才那一击我没有动用属性 太大意了 如果全力以赴的话 一个小境界的差距也许能追平 王一禅最受不了的就是 自己拿手的地方让对方击败 这让他自信心大受打击 杀戮书性 战灵突袭 王一禅双目中突然爆发出一道黑光 凝化成食指的意志之剑 直刺林明眉心 王一禅在突破命运的时候领悟的战灵 而且是难得的属性战灵 自身带有杀戮属性 在争斗中可以发挥出最强的破坏力 直接灭杀对手生机 战灵对决 林明心念一动 他以前听魔光说过 同样拥有战灵的武者 可以在意志世界中直接以战灵相搏 王一禅是林明遇到的第一个拥有战灵的武者 在此之前 他虽然没有跟真正的武者进入意志世界对决过 然而在帝者之路的时候 林明面对意志灯火之路 每过一盏灯火都要进入意志世界 与大地的残留意志生死厮杀 对意志世界的对决 林明并不陌生 反而相当熟悉 林明心念一凝 精神之海中占领 凝化成的长枪呼啸而出 青苍色的意志之光 从林明眉心射出 直接迎上了王一禅的黑色意志之剑 砰 两者相撞 林明与王一禅同时来到了意志世界 王一禅二话不说 手指一点 一条巨大的黑色蟒蛇 凭空出现 向林明扑杀过来 这是王一禅观想出的蟒蛇 意志世界的比拼 不看招式功法 连修为影响都不大 纯粹看谁的意志更强 相比林明曾经面对的意志灯火之路 王一禅的战灵的差了一大截啊 一杆青苍色长枪 如同流星一般呼啸而出 直接贯穿了黑莽眉心 大量黑血挥洒出来 而这时 王一禅宁笑一声大喝道 杀戮之气 吞石 那一刻 在巨蟒身上 突然爆发出一团粘稠的黑雾 向青苍色的长枪吞石来 就听 黑色雾气侵入长枪的枪身中 仿佛要将枪身铜化掉 王一禅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林明啊 我走的是沙盗 我的战灵带有杀戮属性 可以灭杀圣祭 吞噬掉你的意志 战灵 属性 战灵原来也可以有属性啊 林明心中微微一动 这一点 他倒没听魔光提起过 杀戮属性 他并不陌生 他本人完成十二亿天魔纹身的时候 有杀神立场 但这是意志世界的对决啊 杀神立场不能直接使用 除非靠意志观想出来 说到底意志世界还是比拼意志的强弱 不需要杀神立场 如果说战灵可以带有属性的话 林明的青苍色意志同样拥有属性 那就是生生不息 碎 林明一声低贺 青苍之光猛的蹦射出来 随着一声高炕的龙吟 一条青龙直冲天际 一爪撕开 冲破了黑莽的身体 把他撕成了碎片 林明当初获得的逆林之血 虽然只有一滴 但其实比古凤之血的品质 可高出不少来 古凤之血只是凤凰的普通血液罢了 传说中的神兽凤凰可以捕食巨鲲 他的体型之大 不次于金翅大棚 双翅展开就可以遮蔽青天 他拥有多少血液 很难说清 而当时林明在乌神塔 得到南疆神国之主流下的逆林之血 却是出自青苍神龙的逆林 龙有逆林处之必死 从逆林中取出的血液 仅次于精血 品质自然比凤凰的普通血液高得多 轰轰轰 黑雾被青苍色能量冲散 青苍巨龙视如破竹 把黑芒完全湮灭 而后一股作气冲向了王一禅 盖死 王一禅怒吓一声 手持长剑 一剑向青苍巨龙展来 砰 长剑破碎 王一禅的身体被青苍巨龙一爪撕成两截 他惨叫一声 下一刻已经从意志的世界中惊醒 浑身冷汗 脸色苍白 意志世界的这一场对决 不过持续了三细的时间 王一禅完败 林明睁开眼睛 神色如常 随着他修为的不断提升 占领距离突破青铜级大城 已经越来越接近 青铜级大城的占领啊 在天眼大陆神海强者中 那都是娇娇者 林明 王一禅嘴角抽动 大口大口喘着气 刚才的占领对决 虽然没有伤及他本体 但也让他意志受损 每个几天时间 别想恢复到巅峰状态 他输得很不甘心 很想跟林明在现实世界再战一场 可刚才他已经打输了 再战的话 会给人留下输不起的印象 就算赢了也脸上无光 而且刚才那一战 王一禅已经害怕了 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林明 他能不能赢啊 他没多少信心 王一禅 如果林某没看错 你这所谓的士气 是你劫掠来的吧 他身上被种下了一种禁止 林某虽然不会自诩正人君子 但也不会肆意妄为 如果你们二人两情相悦 我自然不会做出天怒人怨之事 可现在 我从你手中夺切的 却是情理之重 林明原本就站着理 现在比斗中又赢了王一禅 一切主动权都落在林明手上 林明啊 你真的要与我西北大漠为敌 你想清楚这样做的后果 王一禅用真元传音说道 我可以用一条五品灵脉之源 换你手中的白玉钥匙 王一禅不得已 搬出身后的宗门来压人 就在这时 李一峰大笑着起身 王兄啊 输都已经输了 怎么 输不起啊 王一禅寻声望去 见到坐在不欺眼角落里的李一峰 心头微跳 又是一个年轻俊杰 这人绝对也出自大势力 你是 在下李一峰 李一峰 七星神国皇子 想不到啊 你堂堂神国皇子 竟然来参加林明的婚礼庆典 你们七星神国 这是要招揽林明啊 王一禅看到李一峰后 心中一灵 李一峰此人对风之异境的法则 领悟到了极高境界 而且本人根基扎实 真元总量是一般玄丹舞者的两倍多 同时右手奉印了星辰之力 实力极强 当然了 光是这些还不放在王一禅眼中 毕竟李一峰修为不高 可李一峰所代表的势力 却让王一禅恐怖啊 那是四大神国之一的七星神国呀 西北大漠比起四大神国来说 那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七星神国要拉拢林明 果真要如此的话 他西北大漠还凭什么威胁神皇倒 钥匙 命运丹 王一禅用恶狠狠的语气 从口中挤出了这两个词语 命运丹他倒不是很在意 最重要的是秘境钥匙 其实啊 这柄钥匙说到底 有炫无稽的一份功劳在里面 否则也不会放在炫无稽这里 钥匙不齐 就无法开启那魔道圣主遗留下的秘境 林明手指一弹 两个玉盒飞向了王一禅 王一禅接过后 赶之一扫确定无误 冷哼一声 我们走 王一禅带着两名手下就这样大步离开 留下了灰白铜人的玉佩女子 静静的站立在大殿中 他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你的名字是 林明看向玉佩女子开口问道 玉佩女子灰白色的铜人中闪过一丝默然 对林明的询问没有任何反应 在场宾客都心中暗暗嘀咕 这女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林明为何以一把秘境钥匙把它换回来 而王一禅却不大情愿的样子 似乎吃了大亏一般 姓玄 你把她带下去 让人解开她体内的禁止 再好好休息一番 不要惊扰了她 林明感觉这少女现在情绪有点问题 缓和一段时间 再询问她关于绅士和玉佩的秘密 比较好 少女就这样被带走了 在场的宾客都有些失望 这好奇之心吗 人皆有之 本来还想看看这女子究竟有何特别之处的 抱歉啊 让各位受惊了 来人 换上桌椅碗碟 请点继续 林明公公手对在场各位宾客道歉 婚宴现场被人大闹一番 原本这是很损面子的事 然而林明刚才出手 灵力非常 不但没丢面子 反而让她威望更增一分 似乎现在用南海第一人来形容都不足了 林明的占领 只差一步 到青铜级大城 而且她占领还带了一分奇异的属性 否则不会这么轻易击败王一禅的 李峰摇着扇子 对林明更感兴趣了 这是个人才呀 如果能拉拢到七星神国来 必是一大助力呀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